我們一頭來敬拜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 我們要感謝 所以藉著這樣子的敬拜 主好 我們在他們面前 主好 我們在用敬拜來享受 以主恩的質問 主 再次來快醒我們 一片沉醉的禱告 主 要讓我們重新的 可以更深的認識 主 讓我們真的從心裡願意來讚你 因為我們知道主 你就是我們的依靠 你是我們的盤石 是我們的債人 主 讓我們在什麼樣的情況 主 你都愛我們 主 我們為你那有故摔起的愛 主 我們讚你 主 再次來提醒我們 主 你是不饒恕 我們是知識 淋著你 我們便什麼都不忍住 主 從來這時候就來幫助 讓我們連結在你裡面 說我們裡面有活水的江湖之處 主 這時候 之後求你賜給我一顆謙虛的心 給我一顆受教的地步 幫助我可以有更多的禱告可以演繫 幫助我有更多的依靠 讓我順序 之後求你這時候幫助我更多謙虛 所看到我自己的故事 不能有你內人的反應 反射和你自己的吐槽 所幫助的孩子 所幫助自己的玫瑰 當我們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主啊 我們得到你深深的祝福 我們把今天的劇情供給我還在你面前 祝你來祝福玫瑰 主不論是傳教你信息的人 是未傳道 還有在座的每一位 主讓你的心眼都會開啟 一同等他們 願你來祝福我們每一位 還有下一個時間 主願榮耀佔領都會給你 我們的祷告奉耶穌保護聖靈 Amen 好 我們從來讀聖經 我們到今天要讀的聖經 是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路加福音23章 那個地方有點打錯 路加福音23章 三四節 好 這個來我念好了 這一節我來念 是路加福音23章 三四節 當下耶穌說 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這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耶穌說 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我們在張開第二處的聖經 是在約翰一書四章 二十節到二十一節 約翰一書 約翰一書是在前面 約翰一書第四章 二十到二十一節 我們在這個 剛剛的這個第九頁也有寫 這裡有 好 我閉起來念 請 如果有人說 我愛上帝 卻恨他的弟兄 他就是 沙謊的 他 看不見的弟兄 怎麼能 愛那看不見的上帝呢 所以 基督這樣 命令我們 那愛上帝的 就必須愛他的弟兄 恩神來祝福他自己的話語 我們下面我們要請千惠傳道 來為我們分享 他所要講的題目是寬恕 寬恕 寬恕 能帶給我們祝福 我們知道 近年有一個 話題非常貪 那種話題就是 在國中生 在高中生 在學生身上會發生的 好 霸凌 霸凌 我們根據統計 霸凌 被霸凌 或者霸凌人的學生 他們發表他們的意見是 為什麼會霸凌 因為有人欺負我 所以我也要欺負回去 他怎麼可以欺負我 就算是被霸凌的學生 有一半以上的學生說 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 我也要欺負你們的欺負 我們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觀念 因為我們從小就教我們 有仇不報非君子 我們有人甚至覺得報仇 是一個公義的行為 有人甚至覺得報仇是一個公義的行為 因為他身上正義 因為他身上正義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電影 當有一個人倒在那裡 這個人倒在那裡 帥氣的人 身上正義 那個惡人自死其果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嗯不錯 這一齣戲演到這邊可以結束了 可是呢 通常演到這裡 就會有再有下一集是什麼 對 因為他的孩子覺得 你怎麼可以殺了我的爸爸呢 所以就會有二集 二出來 我們知道 這樣就會變成一個 一直報仇一直報仇一直報仇 一直報仇 會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有一句話說 冤家已解 不已解啊 冤家已解不已解 被人欺負 產生暴露自信 是為什麼 因為想要保護自己 為什麼我會被欺負 所以我想要保護自己 可是 你要知道 這樣在你的心靈上 並不會更快 這樣在你的心靈上 並不會更快 我們知道 被欺負這件事情 不只有在學校會發生 你的隔壁鄰居 有可能會發生 你的親人 也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一定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怎麼辦 一直欺負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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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話 西方有一個諺語說得很好 他說 如果你決定要報仇 想要為你的仇人 準備一個棺材 一木棺材的時候 你最好也為你自己準備一份 因為你也會 你的心也會跟著他一起比動 你甚至會比他更慘 你甚至會比他更慘 我們可以想像 在有仇不報徽君子的觀念底下 你會快樂嗎 你整天都在想 我怎麼報仇 為什麼那個人要欺負我 我怎麼報仇 你吃也吃不下 禱告也不能言笑 我們可以知道 這樣子的時候 耶穌基督也甚至也不能欺負你的心 甚至也不能欺負你的心 所以長期在推廣品格教育的得勝者協會 他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他們針對九千個活動生做調查 他說怎麼樣才能使你們快樂 而且解決這個霸凌的問題 小朋友有86%勾了一個選項 說學校應該開如何寬恕別人的課程 學校應該開如何寬恕別人的課程 讓他們學習怎麼樣原諒別人 而不是一直把那個冤恨集在心 不是一直把那個冤恨集在心 我們知道寬恕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要教導我們去正面面對我們的情緒 他要教導我們去正面面對我們的情緒 因為怨恨 仇恨 仇恨 苦毒 就是一個情緒 所以我們要學習寬恕 讓我們從這中間 去得著釋放 去得著釋放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當我們被批評的時候 你除了變成那個人 你也有一個想法會進入你的心事 我不夠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把自己定罪了 我不夠好 所以我做不到他所要求的那個部分 我不夠好 所以我做錯了 當我們想到我不夠好的時候 就會又想到他為什麼要這樣批評我 雙重的壓力之下 你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去你的心 你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去你的心 我們不是全然自由的 我們不是全然自由的 我們甚至會因為這個關係 而影響到那個人的相處 跟那個人的相處 我們曾經去猜測過 他絕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們曾經猜測過對方說 他絕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在做什麼 他知道我的弱點 所以他才這麼說 他才這麼做 我相信我們有時候會去這樣想 他絕對知道他在做什麼 而且他絕對知道我的弱點是什麼 所以他是這樣故意對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被這樣的關係主導的時候 就是被你的仇恨給主導 你的心裡沒有辦法寬恕那個人 你的心裡沒有辦法寬恕那個人 我們知道仇恨跟憤怒就是一種情緒 而且他會在我們的心裡一直壓一直壓一直壓 所以我們要用寬恕 來面對我們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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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了避免表現出來 通常我們都會怎麼做 藏在心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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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在心裡面好嗎 有時候為什麼會有莫名的氣 我今天莫名其妙就是看到他很生氣 有時候你要去思考 是不是有些事情我沒有饒恕他 是不是他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他傷害到我我沒有饒恕他 情緒就像什麼 就像發燥一樣 今天你發燥有可能是你身體在發炎 但是你有可能不去處理發炎的部分 就一直退燥嗎 有可能 你今天發生火警了 你有可能只把那個房煙的那個轉掉 而不去處於火源嗎 也不可能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今天一定要去處理 勇於面對我們的情緒 勇於面對我們的情緒 寬恕是一種選擇 原諒是一種選擇 是一種決定之後你會發現 你的生命改變了 你的生命改變了 今天我們要邀請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耶穌基督 進入我們的心 我們要邀請耶穌基督 進入我們的心 醫治我們 讓我們真的 該和好的就很好 如果今天神提醒你要歡恕誰 那請你不為他禱告 那請你不為他禱告 有一個神學家史密德說 放棄保護的 你等於放棄 背負沉重的世界 今天 我們把他沉重的世界背負在我們身上 我們把他沉重的世界背負在我們身上 那天沙修女怎麼說 如果真的想要去愛一個人 真的想要去愛 我們就必須要學習怎麼去快速 我們真的很多受傷的人認為 如果他得到保護的 我就會最開心 如果他得到保護的話 我就會掙開 可是呢 其實你只是用一隻鑰匙把自己鎖在裡面 所以今天寬術要說我們什麼 你要去選擇一隻鑰匙 把它打開 PPD上有一句話說 當我們寬恕傷害我們的人 我們就得痊癒 那個字跑掉 當我們寬恕傷害我們的人 我們就得痊癒 我們要去找一隻鑰匙 你已經把自己關起來了 你要怎麼出去 當然是找一隻鑰匙 把那個鎖打開 你就能走出那個牢籠 你就能走出那個牢籠 你真的把牢打開的時候 你就得到自由 你就得到自由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用神的話 來成為我們的幫助 我們要用神的話 來成為我們的幫助 今天我們今天讀的經文 有一段說 人肉說我愛神 卻恨恨他的弟兄 就是說謊話的 我愛他所看見的弟兄 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神所領受的命令 這是我們從神所領受的命令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你下次看到你不能寬恕的那個人 你要想起要愛弟兄 這是神所給我們的命令 這是神所給我們的命令 我們知道愛人 一直都在我們的生命中 一直在提醒我們 可是有時候我們真的會做不到 是因為 真的疼不下去 但是我們要用神的話 成為我們的幫助 我們要用神的話成為我們的幫助 當你看見祂的時候 你要知道 這是神要帶給我們的命令 祂要我們這麼做 祂要我們這麼做 愛是我們整個信仰的中心 當你要愛別人之前 請你想一件事情 你已經先體驗到耶穌基督的愛 你已經先體驗到耶穌基督的愛 當我們每次去思想耶穌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你要思考 祂用多大的愛來愛我們 你也領受到這份愛了 你就用這份愛去愛別人 去愛別人 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有一個德國的神父 她因為逃跑 所以跑到一個蘇聯的一個老太太的家裡 這個老太太非常細心的照顧她 經過了兩天之後 等到她體力恢復了 那個老太太幫助她逃走 這個神父要走的時候 問老太太一句話說 你為什麼要幫助我 你為什麼要幫助我 那個老太太說了一句話 她說 因為這個戰爭失去我的孩子 我很痛苦 成為媽媽的我真的很難過 所以我能體會 如果你的媽媽失去你 她也會跟我一樣痛 她也會跟我一樣痛 她用耶穌的愛來愛這個神父 她用耶穌的心來原諒 她的敵軍殺害她的孩子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個老太太用耶穌基督的愛 來化解那個仇恨 來化解她 不能原諒別人的那個仇恨 而且我們知道 在她的心中可能受傷了 她可能每天都在想她的孩子 好不容易那個敵人終於自己受傷了 她用最大的愛來愛這個敵人 她用最大的愛來愛這個敵人 我們知道愛能成就大事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被寬恕的經驗 我們有沒有被責罵的經驗 我們有沒有被陷害的經驗 但是你覺得當你被寬恕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記得 還是當你被怨恨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記得 那帶過來的兩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當你被寬恕的時候 你好開心喔 這件事情你永遠記得 但是當你被責罵 當你被誤會 當你被不饒恕的時候 你會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你反而更頂罪你的自己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成為別人的幫助的時候 我們應該去寬恕別人 我們應該去寬恕別人 因為神說我們要彼此相愛 我記得小時候我曾經做過一件事情 是我小時候學會抽菸 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因為同學都這樣做 所以呢 我就決定啊 我也要抽看看 很不幸的 當我第一次要做壞事的時候 早上去上學了 就跟同學去隔壁的商店 買了一包菸 好 都還沒有抽到 放在書包裡面 我們知道小學都會有書包抽查 老師都會來抽名的書包 好 生起為來 慘了 老師就開始點 那個誰誰誰誰 而且我的老師是我們教會的會友 哇 那時候我心 我要走出去的時候 我心裡根本就 想說這家一定完蛋了 當天回去的時候 我知道我的爸爸媽媽知道了 那我的爸爸是一個很嚴格的人 我想說完蛋了 我應該會被趕出家門 所以 我好早就跑去睡覺了 我六點就趕快跑去房間躲起來 說我好累我要睡覺 終於能到大概九點早的時候 我爸爸回來了 其實我六點跑去躺 我根本完全沒有睡著 我只是一直在擔心 我的爸爸會處罰 我的爸爸會處罰 但是 九點了我爸爸還是一樣來敲我的門 要不要去開門 當然要 我去開門 我爸爸進來 他只跟我說 沒關係 人都會犯錯 人都會犯錯 我知道你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給你一次機會 我給你一次機會 我希望你能重新改過 不要再犯這個錯 我爸爸說 我用最大的愛來愛你 所以我希望你也可以知道 你抽菸我們會有多難過 我要告訴你這件事情是錯的 但是 因為我們真的很愛你 我們希望你能走出那個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跟媽媽這次選擇原諒你 這件事情 我爸爸不管從小打過我幾次 但是他跟我說過 他會原諒我這件事情 我永遠都記得 一直到現在 我們知道當我們去寬恕別人的時候 他永遠會記得 就算他犯錯了 你也可能告訴他做錯什麼事情 但是最後你原諒他的時候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遇到的事情可能不是最大的 但是在那個內心給我的壓力很大 但是當我爸爸寬恕我的時候 完全得到釋放 今天有一個人可能 也因為你不能寬恕他 他覺得很有壓力 甚至你自己也覺得 為什麼我一直不能寬恕他 但是神說 你要用最大的愛 來愛你的弟兄 就等於你愛我一樣 你有多愛神 你就要多愛你的弟兄姐妹 你有多愛神 你就要多愛那個 你不能寬恕的那個人 你有多愛神 你就要多愛那個人 我們知道要接受寬恕的這個 神的叮叮不容易 我們要從傷心中掙扎出來 我們要從傷心中掙扎出來 我們要去面對問題 我們要去面對問題 你甚至可以找那個人出來談談 你也可以跟你的好的同工 你的好的屬於夥伴談談 那在這之中 你會發現會得到改變 我們知道這一份痛苦 我們很難忘記 但是神會藉著他的愛 來幫助你忘記這一份痛苦 在第二次 在戰爭的時候 有一個法國的國王叫做路易十二 他在還沒有登記之前 他有很多仇女 他還沒有登記之前 他有很多仇女 那他登記的那一天 他手上有一個名單 他手上有一個名單 那個名單 每一個名單 他把他的仇女的名字都寫下來 前面都破了一個黑色的十字架 所以他的仇女 看到那個國王手上有一個名單的寫 他每次看那個名單的時候 他都念念有詞 大家就告訴對方 我告訴你 國王手上有一個名單 你們要小心一點 所以當大家知道 國王手上有那個名單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決定了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不要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可能會翻舊杖 可是當這一件事情 傳到國王的耳朵的時候 國王把所有的仇女都叫 把那張名單給他們看 告訴他們 你們知道 為什麼有這張名單嗎 為什麼我在上面畫一個十字架 因為我要用耶穌的愛人 提醒我自己 要寬恕所有的人 要寬恕所有的人 他用了一個經文 他用一個經文 他說 耶穌在被定十字架的時候 他說 父王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知道 所以他用這個名單 做為他的祷告 時常祷告 赦免他們 時常祷告赦免他們 親愛的弟兄姐妹 寬恕可以使你得自由 也可以使對方得自由 寬恕可以使你自己得自由 也可以使對方得自由 有一個姊妹 曾經在他的見證裡面這樣分享過 他的爸爸去世了 在一場車禍當中 但是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 他的媽媽告訴他說 你還笑得出來 你還笑得出來 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爸爸 發生車禍 所以他很開心地回到家的時候 他媽媽跟他說 你還笑得出來 你為什麼這麼快樂 你爸爸現在在江戶病房 已經要死掉了 難道你都不知道嗎 最後他到江戶病房的時候 他沒有見到他爸爸的最後一面 所以這個姊妹一直覺得 他的快樂造成他爸爸死亡 從那一天開始他提醒他自己 不可以快樂 他每次要快樂的時候 他就想說不快樂 害我爸爸死掉 所以在那個姊妹的見證裡面 直到他認識耶穌基督的時候 用這句話提醒他 不往他們所做的他不曉得 他寬恕了他的媽媽告訴他這一句話 成為他十幾年的苦房 成為他十幾年的苦房 他寬恕了他的媽媽 因為他的媽媽在當時 可能因為壓力的情況 可能因為任何的情況 講出來去傷害他的話 那個姊妹也完全沒有去曉得說 他的媽媽可能是不經歷 可能是壓力 所以成為他的苦房 十幾年他永遠不曾快樂過 導致他的婚姻也非常的不快樂 最後他用這段經文 作為他寬恕他媽媽的一個禱告 親愛的弟兄姊妹 有可能這個寬恕的人 讓你五年十年 也不曾快樂過 但是 耶穌被定十字教的時候 他只做了一個禱告 把所有的敵人交托在天父的手上 把所有的敵人交托在天父的手上 把需要處理的也轉移到上帝的手上 請他去處理 耶穌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最大的愛 來愛所有人 耶穌唯一做的就是用最大的愛 來愛所有的人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把所有的仇恨交托在耶穌基督的手中 交托在耶穌基督的手中 唯有這樣 我們才能活得更自由更快樂 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活得更自由更快樂 既然我們上禮拜講說 我們是一顆珍珠 我們知道每顆珍珠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會有多差 但是 如果我們能彼此合一的時候 一顆珍珠變成一顆珍珠的一串珍珠相連 他的價值也超過一顆珍珠 他的價值也超過一顆珍珠 所以我們神信 我們在教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遇到讓我們覺得 怎麼會這樣 讓我們跌倒的事情 但是神說 要用我的愛去寬恕那個弟兄 或許他所做的 他不曉得 你要用我的愛去寬恕那個姊妹 或許他所做的 他也不曉得 他只是無心的 但是卻造成你內心很大的傷害 親愛的弟兄姊妹 愛神就要愛人 愛神就要愛人 我們今天要來唱一首回音詩 它叫做 又一顆心填滿耶穌 這一首詩歌 是一個流氓寫的 在他的過去 他可能 有很多人不能寬恕他 他也不能寬恕那些人 所以他成為一個流氓 他成為一個流氓 因為他想要報復很多的人 但是 他到最後為什麼回轉向神 雖然他的身體有受過一些傷害 但是他到最後為什麼回轉向神 因為他放下這些寬恕 他也體驗到別人原諒他的時候 帶給他的那個愛 所以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把我們的心填滿耶穌 而不是填滿了寵恨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有一個心填滿耶穌 有一顆心填滿耶穌 將我喜歡你 有浪秘的子裡已經都過去 用信息去期待你 千尝那年中一光 百花中的泥云 耶和花用自然手术与美丽 这一生我全都相信 有一颗心填满耶稣 有一颗心填满耶稣 将我喜欢你 流浪的日子也已经都过去 用心心一圈起来一笔 千尝那年中一光 百花中的泥云 耶和花用自然手术与美丽 这一生我全都相信 有一颗心填满耶稣 将我喜欢你 流浪的日子也已经都过去 用心心一圈起来一笔 千尝那年中的泥云 千尝那年中一光 百花中的泥云 千尝那年中一光 百花中的泥云 千尝那歌 余天 千尝那年中的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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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尝那地上上 fel tam 千尝那些鲑 千尝那期 接觸到 那一個時候我真的很叛逆 從六年級開始學抽影 我就開始學打架 我就開始學會欺負同學 我知道在很多人的面前 我可能 是一個 很阿爸的小孩 因為我會去欺負我的同學 我只要看不順一點 我就覺得不行 我就是要欺負他 所以因為這樣 我跟 很多同學 合作過 但是我很感謝神 在我那時候一個集體 帶我進入教會 我第一次接觸到 這首歌的時候 我自己 上天提醒我說 你自己要去思考 你的心要填滿仇恨 還是要填滿耶穌 其實那時候我不太想 接觸教會 因為我覺得教會會順服我做很多事情 我不能去做我想做的壞事 因為會被牧師罵 牧師會說 你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牧師也約堂我很多事情 很多次 但是我很感謝牧師告訴我 你的心應該填滿耶穌 而不是填滿那些會 會讓你白白的事情 不是填滿你討厭的人 而是要留一顆心填滿耶穌 從那一刻開始 這首歌常常成為我的幫助 所以期待這首歌也能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幫助 是我們的心要填滿耶穌基督 而是要填滿我們的仇人 我們再唱一次這首歌 有一顆心填滿耶穌 叫我喜歡你 有了地點自已益的或許 用心情去期待你 牽長大地中的歌 百花中的名 野荷花用慈藍手說與美麗 这一生我全都想起 他说他爱我远不住 他说他永远可以爱我 他说有一天我的日子不再出 他替光远起 他说他爱我远不住 他说他爱我远不住 他说他永远可以爱我 他说有一天我的日子不再出 他替光远起我的路 他说他爱我 他说他爱我远不住 他说他永远可以爱我 他说有一天我的日子不再出 他说他爱我远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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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永远可以爱我 他说他爱我远不住 他说他爱我远不住 他爱我远不住 他说我远不住 運感じ 自己已经都过去 用心心去期待理明 前生大灵中的光泽 爱我中的你 别恨我用此爱收手与美丽 这一生我全都想起 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 他说他永远会被爱过 他说有一天我让人走不再出 他提光荣是我的路 他的光 他的光荣是我的路 他的光荣是我的路 我们一起都知道吗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不知道那些受伤的人 他们的心有多痛 但是我们明白 你都甚至知道 他若说受的伤有多么深 在他们心中被划下的伤门 有多么的大 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指望 他们能从痛苦中走出来得到自由 主说我们要向你呼求 求你让我们离开那个我们所不能承受的痛苦 我们需要你的能力 饶恕我们的罪 也使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罪 主我们求你把爱的能力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让我们从生活中去实践出来 让我们以主为榜样成为我们的帮助 用无私的爱 来爱我们所怨恨 我们所不能宽恕的那一位弟兄或姐妹 甚至是我们的家人 主我们要再次把自己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完全的交托自己 求主 你也恼恕我们 因为我们心中忘记着别人的恶 求你赐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不再忘记他的恶 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让我们不要伤害别人 而成为别人的帮助 让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人际关系 因为主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而得着改变 让我们领受从数天的祝福 让我们也把这个祝福 从我们身上传扬出去 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 让我们聚集在这边 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们家庭话 都是佛耶稣基督圣名 Amen